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些什么 来参考一下我家的菜谱 今天就要回我们做鱼头锅仔 我们这里的胖头鱼 鱼头和鱼身是可以分开来买的 如果觉得一个鱼头还是太大了 还可以再把鱼头分一半 鱼头12块钱一斤 半个鱼头花费26块钱 再买半片鱼尾巴 7块钱一斤花费11块钱 蘑菇4块5一斤花费2块4 这个是冬天才有的五白菜 用来烫火锅炒的都很好吃 2块钱一斤花费1块6毛钱 鱼头老板已经处理的很干净了 再冲洗一下 切上花刀方便入味 加上拍碎的葱姜 加上盐 再加上黄酒 用手把葱姜汁捏出来 给鱼头均匀的涂抹一遍 腌制20分钟 然后把鱼头的水分沥干 准备下锅来煎 锅烧热加上猪油 先放上姜片煎出香味 然后放上鱼头 开中火来煎 做这道菜呢 只要把鱼头煎透煎香 后面的步骤就非常的简单 煎的时候呢 转动锅身 让鱼头每一个部位都煎到位 一面煎好 翻一面来煎 第二面也煎透了 我们沿着锅边淋上一圈黄酒 进一步的去腥增香 这个时候家里面有大汤锅 就把鱼头转入汤锅中来炖 有开水就加开水 没有直接加清水 炖鱼头 加凉水和热水对最后成菜是没有影响的 只要把鱼头煎透 炖出来的汤都是鲜美浓白的 放上豆腐和香葱 接着一直开大火 把汤炖白 炖白了之后调味 加上盐 白胡椒粉 味精 放上蘑菇 乌白菜 到这里如果不放鱼丸 这道菜就已经做好了 后面呢 叫朋友们来做鱼丸 用的是半片胖头鱼的尾部 我们先来取鱼肉 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吃 所以我用了刀刮的方式来取鱼肉 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刮下来的鱼肉 直接就成了鱼泥 而且还没有鱼刺 缺点就是取肉的速度比较费时间和功夫 一直刮到可以看到鱼皮上的红肉就可以了 拍碎的葱姜放到清水中 裂出葱姜汁 再加上盐 鱼肉有很好的细水性 这些葱姜盐水是鱼肉的1.2倍 以后要全部加到鱼肉中 分三次加水 每加一次充分的搅拌 快速搅拌后的鱼肉和盐水会融合在一起 产生胶质 拌好的鱼蓉就像这样是非常碾手的状态 放到手心里面是不掉的 然后用虎口给它搓成丸子 再放到清水中 丸子全部下锅 再开小火慢慢的把鱼丸煮熟 煮到鱼丸全部变白 这样就好了 最后把鱼丸放到汤锅中 和鱼头在一起炖上5分钟 这道非常鲜美的鱼头鱼丸锅仔就做好了 冬天我们家是很少炒菜的 放一会就凉了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锅仔菜 一边加热一边吃 还可以像火锅一样烫的菜吃 特别的舒服 我这个鱼丸 真的是很久没吃了 就搞点了 一搞搞太多了 不多 强个特色菜 小心啊有点刺不要跟饭一起吃 够着了一碗大炉上 一碗大炉上 可以弹匀的 好吃 有咸 能像苏西鱼一样弹起来吗 像苏西鱼一样 看下乒乓球 你先把他做牛丸不就能打起来吗 就能弹起来 他弹过来 这吃的太好吗 太爽了 这个吃完以后一点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 来来来 吃完也就要烫了 想烫就烫是吧 那我们就烫吧 我也想烫 我吃了好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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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阿伯来点豆腐 阿伯香喷喷的来喽 走 9分钟 画一包 好多肉 脆 1个 2个 中文字幕提供